運輸署也會繼續密切監察機場島的公共交通服務安排 適時以專型巴士公司在座檢討 並會繼續按既定機制審批雇員服務路線的申請 根據發展局的資料 土木拓展署現證進行 檢視大嶼山的交通運輸基建網絡 以及旅客接待能力的研究 另一方面,鑑於政府已邀請香港機場管理局 就香港口岸人工島上句發展提交發展方案的建議 有待機管局提交發展方案之後 政府會全面檢視北大嶼山、機場島 以及香港口岸人工島之間的交通接駁需要和設施 為了配合機場第三條跑道的啟用 而帶來的額外乘客需求 運輸署將適時作出規劃 備案需要與有關的公共交通服務營辦商 包括港鐵及專型巴士公司 共同商討加強和調整公共交通服務 以滿足乘客的需求 而是你的負荷可以使用 如果你是在於是為了 挑戰的項目 就算是適合 有限時 目前為了